乌伦的西湖公寓四位长者今天庆祝他们百岁的生日 那新岛记者施秋与吉琳娜带我们了解一下他们有哪些的养生秘诀 乌伦西湖长者公寓今天喜气洋洋 蔡易章 秋汉生 饶用回 何寒意 唱唱唱共四位长者 今天成为百岁俱乐部的成员 公寓住客唱国语 粤语 韩文和英文四种语言的生日快乐歌为寿星庆生 在厦门出生的蔡易章表示 自己热爱运动 打网球一直打到85岁才停 寿星饶用回 年轻时喜好划船运动 也是牌有眼中的高手 认为他常打牌 又保持开朗的心态是高寿秘诀 秋汉生与99岁的妻子每天准时运动 因此二老不仅感情好 身体也都十分硬朗 长者公寓负责人指出 四名住客一起破百实属不易 祝福长者们马年身体健康 星岛记者施秋雨里纳报道